前几天看到这样一则新闻 吓了一跳 一个18岁的美国青年 由于过度吸烟 造成肺部不可逆损伤 肺功能衰竭到70岁老年人的水平 这个刚成年的小伙子 再也不能像同龄人一样活蹦乱跳 连爬个楼梯都很困难 更别提找份稳定的工作 无独有偶 这样的新闻在国内也是层出不穷 在某综艺节目上 演员向左与未婚妻郭碧婷去做了婚结 结果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35岁的向左 肾居然有70岁的程度 因为他练武时经常要吃止痛药 药吃的越多 堆积在肾脏的毒素就会越多 久而久之 就对肾脏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 除了肾脏有问题 他的手断过 膝盖断过 手指断过 肩膀脱就过三次 膝盖的半月板取了三分之二出来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谁能想到 在他们光鲜亮丽的外表下 却是如此衰老多病的身体 不要觉得还年轻 肾脏就肆意作践自己的身体 你现在对身体的每一点伤害 身体 都会一笔笔记下 将来加倍地奉还给你 而且 报应到来的速度 正在变得越来越快 曾看过一个段子 一个人在澡堂里 遇见一颗满脸皱纹 头发稀疏的男人 便跟他打招呼 大爷得有八十岁了吧 身体真硬了 对方却生气地骂道 你大爷的你才八十岁 我今天二十八 做新媒体的 不少人在哈哈大笑之后 又禁不住一阵心酸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现在很多年轻人 都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有的甚至开始胃老先衰 那么亚健康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的 亚健康中医临床指南指出 亚健康是指人体 处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 处于亚健康状态者 不能达到健康的标准 表现为 一定时间内的活力降低 功能和适应能力减退的症状 但不符合现代医学 有关疾病的临床 或亚临床诊断标准 简而言之 就是总觉得身体不舒服 精神不好 但又查不出什么病的状态 这种状态 恰恰就是许多年轻人的标配 晚上睡不好 白天起不来 到了公司脑袋还是昏昏沉沉 早晨不吃早餐 晚上狂点夜宵 结果三天两头闹肚子 平时不运动 在办公室一坐一整天 连爬个楼梯都起传续续 脾气越来越差 经常为了一点小事 心烦意乱 动不动就掉头发 长痘痘 曾有医学机构 总结出亚健康的几大特征 一 容易疲劳 通过休息 也不容易缓解 精力下降 二 经常头晕乏力 头痛 听力下降 健忘 三 睡眠不好 或 耗睡 乏力 四 容易腹泻或腹痛 五 纳食欠佳 或纳食无味 六 情绪难以控制的出现 忧郁 低落和烦躁 易怒 七 不定期的头痛 关节酸痛 腰酸 背痛等 如果你也不信中了枪 那就是身体给你发出了预警信号 是时候做出改变 善待你的身体了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嘴上含着养生 却一直在做着伤害身体的事 熬着最久的夜 敷着最贵的面膜 吃完了垃圾食品 再来杯养生茶 从不肯去楼下跑步 却办了一堆健身卡 这种自欺欺人式的养生 除了给你带来一点心理上的安慰 没有任何好处 就像负担教师于娟 在癌症日记里感叹的 有些事情 电影也好 BBS也好 K哥也好 想想无非是感官享受 过了那一刻 都是浮云 唯一踩在地上的 是你健康的身体 一个人身体好不好 年龄并不是唯一因素 健康的生活方式 才是王道 被称为最酷大爷的王德顺老人 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了 却拥有一身健美的肌肉 气场全开 秒杀无数小鲜肉 为了这身健美的身材 他坚持锻炼了三十多年 从没间断 他说 我不拍戏的时候 每天在健身房 练三个小时 游泳池一个小时 健身房一个小时 体操房一个小时 饮食方面 没什么要求 随便吃 比起那些弱不经风 老气横秋的年轻人 王德顺老人 似乎更当得起青春二字 年轻不是本钱 健康才是 而健康从来不是靠嘴上说说 只能靠日复一日的锻炼 餐不得半点水分 人这一生 健康是一 青春 爱情 家庭 财富 名气 通通是零 没有一个好身体打底子 其他的一切 都会成为空中楼阁 根本无从谈起 青春可以肆意挥霍 健康却千金难求 不管你现在是什么年纪 都该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了 下面这五条健康法则 也许能带给你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 作息规律 长期的规律作息 可以帮助人体形成生物中 在生物中的影响下 人的睡眠质量会显著提高 免疫能力显著增强 白天工作时 也能精神抖擞 事半功倍 不熬夜的人不仅更漂亮 而且更聪明 三 饮食有度 不吃早餐 暴饮暴食 偏好重口味食品 都会对肠胃产生巨大的负担 引发各种疾病 俗话说 药补不如食补 再亡再累 每天也要按时吃饭 少点外卖 多吃水果蔬菜 三 适当运动 都说生命在于运动 运动才是健康之源 运动贵在坚持 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无论是跑步 游泳 登山 打球 跳舞 选择一项 自己喜欢的运动 并长期坚持下去 一定能让你的身体 远离腰酸背痛 永远活力四射 四 心情愉悦 中医认为 病由新生 这是很有科学道理的 如果一个人 总是愁眉苦脸 负面情绪堆积 就会降低自身的免疫力 让各种疾病 趁虚而入 养身 先养心 养心 先养性 先要有好心情 才能有好身体 五 定期体检 很多人很忌讳 体检 不愿面对自己的身体情况 这是非常错误的 现代人都应该有定期体检的习惯 如果体检没问题 自使皆大欢喜 如果查出了问题 也可以及时对症下药 及早更治 一般来说 病情发现得越早 治愈率越高 等到病情恶化到无法收拾 那时再后悔 就晚了 人生下半场 拼的是健康 爱惜自己的身体 不仅是老年人的专属 也是年轻人的重要课题 当你先有了好身体 才有充足的精力 去追逐梦想 赢得胜利 永远活得青春洋溢 共勉 更暗 也更暗 回头空间一段 迷茫 风迷茫 四季推过转 大雨将悲欢都重担 往事在风中 肆无忌惮 看似过去 却从未走远 拥抱的温存 梦醒一般 我道别伤害在耳畅 我好诉说 声不忍再看 我 明明生风轻凉凉 让是非与你无关 我的慌恶 我的慌恶 我的伪装 我的不舍 被你一眼看穿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